明明13号才有微解封 但民众似乎已经开始为放松 车子一辆接着一辆 排了一公里等着上山 不过三期警戒几个月下来 大家真的门太久了 接下来有机会出去放放风 哪里能去哪里不能得要查清楚 特别是山区打自然路线 林务局就提醒游客 要出发前可以先到台湾山林悠游网查询 分为国家森林游乐区 自然步道等七个类别 先看一下开放情形跟人流管制上线 但其实还是有特殊情况 桃园超夯的小乌来风景区 就分为两部分 空旷山区开放没问题 但天空步道容易聚集人潮 依然维持禁止 不单单各县市规范有差异 光是同一个景点就有开放也有禁止 属于室内行或者是人潮容易聚集的区域 比如说游客中心 脚板山行馆 小乌来天空步道等等 人将维持不开放 来到官网上查询最清楚 各区域哪里OK一看就知道 还有人潮警示灯号能避开尖峰时段 随着中央政策松绑 几个知名景点像是脚板山 湖头山 似乎铜像公园等等都在开放名单内 不过只针对游客想做生意的摊贩可不行 另外像是台中市就开放了三条铁马步道以及大坑的部分路段 但注意 附设平台 凉亭还有体贱设施同样禁止不得使用 看到这里民众可能开始觉得出门一趟怎么这么麻烦 而且高速公路1968APP之前还有人潮试镜设计 今年则是没有相关规范 想出门完真的得先上网仔细查清楚 才不会大老远出门吃了闭门羹还要吞上把单 至于花莲六十淡山还没到花季现阶段没有管制 但到了八月金针花开就会进行人车控管 毕竟全台尚未清零还是得要有管制措施才叫做违解封 要规划出油路线之前确认有没有开放 虽然比较麻烦但多一个步骤更安心 PVBS新闻林志伟张玉科桃园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BS News频道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使